第十课 练习题二 许多时候以前有一个老鼠 它样样是老是打不定主意 无论人家问它什么话 它从来也不给人家一个一定的回答的 比方要是你告诉它说 今儿天气不错 它就说 这天不坏 可是也许不怎么好 我怕这天就要刮风下雨吧 可是没准太阳要出来了 那就变成好天了 不是吗 我也不知道这种天气到底是好是坏了 有时候有人请它一块上街去走走去 它就又打不定主意了 他一会儿说早清有空 下午没空 一会儿又反过来说 早清有事 到下午才有空 一会儿一会儿那样的 一会儿那样的 谁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 有一天晚上 差不多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 忽然刮起大风 下起大雨来了 三天 跟这位老鼠先生住的一块儿的一班朋友们 都被风雨的声音给吓醒了 可是他还在那睡着不醒 他那些朋友们就起来叫他说 起来了 嘿 别睡觉了 起来起来 那老鼠一半像醒了 一半又像还睡着了似的 那么懒懒的说 再听 谁呀 谁在那那么大声嚷啊 是不是已经天亮了 你们看外头还那么黑 干嘛这么早就起来呀 何必起得这么早呢 快跑步 不能再晚了 房子马上就要塌了 你再不起来 我们不管了 我们得先跑了 什么房子要塌 你瞧这房子不是还好好的吗 并没塌下来呀 18 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 从来也没听见人说过 这房子会塌下来呀 19 他正说这话的时候 雨越下越大 风越刮越厉害 幸亏这位老鼠先生 总是打不定主意的 他刚说完了 房子不会塌的话 可是他想了一会儿 又说 22 哎呀 这房子摇得这么厉害 也许真的会倒了下来 那怎么办呢 得了吧 我也走了 23 刚走出了大门口 忽然雨又大起来了 24 他说 好家伙 雨这么大 还是不走好 25 话还没说完 忽然 空隆隆的一声 哗啦啦的一响 那锁破房子 完全倒了下来了 26 是不是耗子给压死了 27 哎 没有 你听 没死 不是吗 28 你知道 是什么缘故吗 我告诉你吧 29 那锁房子 塌下来的时候啊 他的身子 已经到了门外头了 所以 没被 塌下来的房子 给压死 30 可是 有一层 他那条 椅巴 有点太长 30 他人 虽然出来了 椅巴 还没 完全 出来 所以 被一根 倒下来的 大柱子 给压断了 32 自从出了 这事情以后 他就变成了 一条 无为鼠了 33 可是同时 他也变成了 一只有决断的老鼠了 不再像以前那么老打不定主意了 DB D D D M D P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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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